马拉板羽衣甘蓝菜 这么健康的菜一定得吃上 尤其是得让那不爱吃菜的吃上 切碎了或馅儿菜就跳不出来了 而且为了能多吃菜 皮一定要薄 您觉得我这包法是不是世界上最薄的皮 但是为了谦虚一点 我让这个肉球 在玉米粉里多滚上一会儿 让皮再厚一点 那就把这个醉让给不知道是谁的别人吧 那我这个就是皮薄馅儿大的 包子还是团子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这么一东西 最里边是馅儿 您喜欢吃纯素的 那就只放菜 如果您喜欢带点荤 那就加点肉 那我这个是羽衣甘蓝菜和肉 您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那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 我这个很简单 滴了一点酱油 很少 放了一点盐 几乎就是原味的 攀利黄色的这个 是玉米面 或者说玉米粉 就是把玉米粒打成的粉 当然不是我自己打的 我买的现成的粉 馅料团成球 在玉米粉里滚一滚 沾上多少算多少 就包好了 非常的快 这个做法 除了快 便捷 方便 讲究的就是一个健康 不知道算不算是 一苦四甜饭 但其实挺好吃的 团好的球 放到蒸锅里蒸 就像蒸包子那样 还留了几个拍成饼 准备去煎 就是有一部分去蒸 有一部分去煎 讲实话 要是平时 一锅两惕 我就都蒸出来了 那这次呢 是为了告诉您 还可以煎 还有这么一种方法 就留下四个去煎 所以如果您觉得 用蒸的方法 太过于一苦四甜 那您可以试试煎的 毕竟放了点油 皮是脆脆的 会非常好吃 全部包完之后 还剩了些玉米粉 不要浪费 放点水 做成玉米糊糊 正好有吃的 有喝的 这顿饭舒服 煎的好了 挑个最小的出来 我先尝尝 一下刀就知道 皮很脆 而且也很薄吧 蒸的也好了 拿个出来看看 皮薄不薄 馅都快露出来了 肯定薄啊 再切开一个 切开凉的快 省得太热不敢吃 皮薄馅大 肉菜都有 某个不爱吃菜的 吃了一个又一个 所以说 薑还是老的辣 爱挑食 让你挑不出来 开个玩笑了 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如果里面的菜 不是羽衣甘蓝的话 这个球还会圆一些 因为菜比较硬 所以这个球外面看起来 就是咯里咯咯的 皮薄馅大的 玉米面包子 或者玉米面团子 就介绍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儿子 能芽 你说先